好 那我们上一次的话呢 跟你讲的定积分是这样子 第一个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下你的定积分的由来 好 那我们的定积分由来 我们是从他定积分的企和意义 面积的角度呢 开始做切入 那我们呢 上礼拜呢 跟你讲过 我们的面积呢 如果要求一般的一个图形的面积 我们会怎么算 对不 那因为上我们一般的 我们都把它分成四个步骤 下一算 第一个的话 我们会把 一个区间呢 去做分割 那我们分割的意思呢 最主要是要把一个图形呢 切成里面 很细微的 一些细段 那么呢 我们将里面一个图形呢 切成一些细段之后 我们在每一个细段里面呢 塞进去一个长方形进去 对不 那塞进一个长方形之后呢 我们把里面 所塞进去的长方形的面积呢 去做加轴 就会得到我们所谓的黎曼盒 那我们呢 如果呢 把里面 这些里面 长方形的一个面积呢 如果呢 我们塞的都是一些 很细条形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们塞进去的长方形呢 塞的越多 那我们就会发现 你的黎曼盒的面积总和 跟我们的实际面积 会是一样的 有不好 这是我们在算面积的一个 一般性的球把 我们会这样子 那我们的一个面积的一般性球把 我们得到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 稍微的把我们的面积的一些假设条件呢 它的条件稍微放宽一下 那我们放宽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是将 刚才呢 在算面积的一个 假设条件有两个 一个是连续性 一个是非负的条件 我们把其中的一个非负的条件呢 把它给拿掉 所以的话呢 我们假设呢 我们在没有定义所谓的定基本 我们会这样定 我们就会说呢 假设一个函数呢 它在一个没有 B区间里面呢 它是一个连续函数就可以了 非负是不见得一定要 连续函数就可以了 那假设一个函数呢 在一个B区间上是连续 那一样的 我们去做了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将一个B区间呢 去做切割 做N等份的一个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呢 我们在没有每一个区间里面 选择一个数C 那么呢 再下来的话呢 我们呢 去算FCI乘向ΔS 那我们把每一个没有区间的 长方形的一个没有面积呢 去做加轴 然后取极限 那假设呢 这个极限值呢 如果是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极限值呢 就等于函数呢 它在AEB这个区间的定积分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定积分呢 它其实跟命积的求法是一样的 那所以的话 我们上一个礼拜最后的话 我们举的例子呢 我们完全就按照 没有命积的一个没有求法 我们去算定积分值 有吧 那很明显的 那样子算 真的很辛苦了 而且不是所有的函数 我们都可以这样算 因为如果有一些不是基本函数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一些很辛苦的事 所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发展出来另外一些方法 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去算定积分的方法 那在讲其他的一些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先来看定积分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可能呢 要配合这些性质呢 去算 那我们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性质 那么它的前提呢 都是一样 假设函数F呢 它在AEB这个区间上是没有可积分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第一个 假设呢 你的一个积分的上下线 如果都是一样 如果你的上下线的一个没有 积分值 都是一样 看这里就够了 这里 这边是A 这边是A 就是你的积分的上下线都是一样 这个积分连算都不用算 这个积分一定等于多少 一定是0 这个积分一定是0 那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来看 92的话 我们要对1的A三四方 从57到5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值 应该多少 所以这个应该不用看了 因为呢 你的积分的上下线都是一样 都是5 所以这个积分值一定是0 可以哈 看得出来吧 如果呢 你的积分上下线都是一样的话 它的定积分值是0 那第二个的一个没有性质呢 是这样 假设的话呢 我们呢 左边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呢 是从A积到B 那右手边的一个定积分呢 是从B积到A 也就是说呢 它告诉你的 假设呢 它的一个没有积分呢 它的上下线颠倒 这两个定积分值会差多少 会差一个负号 那可以哈 好 当你的积分的上下线如果颠倒的话 这两个积分会差一个负号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例子哈 好 譬如说的话呢 我们如果请你去算啊 从1 1的A三十方 从07到5的一个定积分值 好 那它跟5 从57到0的一个定积分值呢 会怎样 好 我们发现呢 它的一个上下线呢 刚好颠倒 所以这两个定积分值会差一个负号 这样可以哈 就这个啦 基本的上下线 如果是颠倒 它就会差一个负号 这是两个基本的一个性质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呢 来看它的 更进一步的一些性质 好 好 那第一个的话呢 好 我们假设呢 你对一个常数k来积分的话 应该等于多少 好 你对一个常数k积分的话 那我们发现哈 它的常数k的积分 就应该等于k乘下b减a 好 k乘上上线减下线 好 那我想这个应该 蛮容易理清楚的了哈 我们如果从面积的角度去想 其实蛮快的了哈 你可以怎么下 我们比如说的话呢 你今天如果是从2k到5 然后呢 对10来积分的话应该等于多少 好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去画图形的话 你可以这样画吧 你现在的一个被积分团数呢 是y等于10 所以的话你是可以去画 y等于10这条直线 对吧 然后呢 它的积分区间呢 在哪里 是2到5 所以这边是2到5 好 好 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没有意思呢 就告诉你说 这个定积分值呢 它其实就是要去算 这一块的面积 好 那这一块是什么 没有图形 这块是长方形的面积 对吧 那长方形的面积 等于多少 是不是 长 长现在多少 是不是10 好 然后宽呢 是5减2 13 所以这样是30 可以吧 所以这边的公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 长方形的面积了 你如果从图形上面去看的话 那如果呢 它的k呢 是小A0的 那你也可以仿造了 面积的算法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呢 如果你k是小A0的话 它算出来是一个负号了 好 那我们简单给你几个例子 第一个的话呢 像我们有 我们要对3这个被积减数 然后它在没有2到7 这个区间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值 应该多少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很明显看到 它的一个被积分减数呢 是3 所以呢 常数3的积分值 等于3乘上7减2 所以应该多少 应该15吧 那如果这个算出来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算是面积 好 那我们呢 以前就跟你讲过 定积分算出来 不见得一定很正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举第二个例子 让你看 这次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要去算 负这个函数呢 它在3到负的这个区间 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值 应该多少 所以的话一样的 我们现在背积分减数呢 是负5常数 所以呢 常数的积分 我们根据这个性质的话 它应该等于负5乘下 负2减3 哦 所以应该会等于25吧 哦 这是常数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值 哦 我们会这样来求哈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 定积分的一些性质哈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哦 好我们如果呢 看到的一个没有定积分呢 它的一个负积分减数呢 有一个常数k质哈 可以乘上fs 从ag到b的一个定积分 好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常数质的话呢 那个常数质是可以提到前面去的哈 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 没有积分的结果 所以呢 你只要对有没有fs 来做定积分 然后积分完之后 再乘上一个常数k质就可以了哈 嘞 那我们一样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先让你看一下哈 好 譬如说的话呢 假设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哈 s呢 在零到四这个里面 区间的一个定积分次 如果我们算出来是8哈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想问你说呢 你对5s这个被积分减数呢 在零到四这个区间的一个里面 积分值应该多少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会看到哈 你现在这边呢 被积分减数是一个常数5倍 好 所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刚才的性质的话 那个常数5倍呢 是可以提到积分前面去的 不需要现意积分了哈 你只要对s来积分就可以了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5k提到前面去哈 那我们只要对s 再零到四这个积分就可以了哈 好 好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告诉你了哈 在零到四这个s的一个被 定积分值呢 是等于8哈 所以呢 它的积分值是5乘8 所以应该是40哈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性质 好 那第三个性质的话呢 他告诉你说 如果呢 你的被积分减数呢 如果有相加减的话 我们第三个性质是 如果你被积分减数是fs 加减gfs的话 他在域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那其实呢 你只要看到相加减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针对 个别减数呢 去算完定积分之后 再相加减 答案是一样的哈 第三个性质 他告诉你这样子哈 那一样的哈 我们来看 一个简单例子哈 我们这边呢 是已经告诉你说 s呢 在零到四这个区间的一个没有 定积分值是8 然后再来呢 s三次方呢 在零到四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 我们算上来是64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想问你说呢 s加上s三次方呢 在零到四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应该多少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很明显的看到s加上s三次方 所以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加的动作了哈 所以的话呢 那其实就是应该是 我们可以把它个别积分完之后 再去相加 其实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等于过来是这个哈 s加上s三次方在零到四这个 没有区间的定积分值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s 在零到四的一个定积分值 加上s三次方在零到四这个 没有区间的定积分值 好 那么呢 我们从题目上已经告诉你的哈 第一个s呢 在零到四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是8 好 那s三次方呢 在零到四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是64 所以这个应该是8加64 所以应该是742吧 好 这个信息他就是告诉你这一个 好 那同样的 如果你看到的是减的话是一样的 所以减的话我们就不算了哈 譬如说呢 你现在如果人家叫你算了 你现在减掉了三次方在零到四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好 所以看到减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两个没有定积分相减 所以其实就应该是8-64 所以你算出来应该是-56 这个我们就不算了哈 好 那定积分只有四者运算只有这两个性子而已 那记得一下 没有这个性子 如果你看到这个背积函数如果里面有两个相乘的话 你不可以给我写成这样子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会发现哦 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人这样子写 这样不对的 相乘的话 你不可以个别积分之后再相乘 这是不对的 那同样的 相处一样的也不对的 你不可以写成没有 你对没有 GFS分之FS呢 对他做积分的时候 你不可以给我写成这样子 你不可以个别积分完之后再去相处 这个也不对的 所以请你有这样子的概念 这个都不对的哦 不要这样子写 所以请你记得一下 但写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 你这样写是不是合理 请你记得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第四个性质 这个性质是比较独特的性质 那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这个有没有定积分呢 是可以可加性的 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子 我们说呢 一个定积分呢 如果是从AG到B 那我们其实呢 可以把它拆成从AG到C 再加上从CG到B 我们可以这样子算 那他的意思呢 其实如果你从几何的角度去想 其实应该是蛮快的了 你今天这样去想了 你看然后考虑一个函数呢 如果他是一个连续非负的话 然后呢 我们现在考虑的区间呢 在A到B这个区间 对吧 那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我们现在呢 如果把这个函数呢 Y等FS 然后跟A走 然后再配合这两个牵权线 那很明显的 你会发现 这个图形呢 如果再走上方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所算出来的定积分 这个定积分值应该多少 这个定积分值 其实就是我们算出来的面积 如果我们从几何的角度去想 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这样来思考 假设的话呢 我今天呢 如果把这个图形呢 从这边把它给切断 那如果这一个没有线呢 是S等于C好了 那你就可以想到 这个图形呢 所为出来的面积应该多少 假设这一块的面积呢 我们把它称叫做A1 那A1的面积应该多少 A1的面积是从AG到C 对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那这一块的面积多少 再来这一块的面积 这一个S等于C的一个 这个右半部的面积 如果这个面积叫A2的话 那A2的面积是应该等于从CG到B 对吧 所以很明显的 整块的面积是等于这两块面积相加 对吧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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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这个不会太难记了 一般的书 一般的书 它都这样子写 它都写C要在AV这个区间里面 那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觉得说 一定要在AV这个区间里面 我总觉得说 只要 你考虑的那个没有最大的区间 它的一个定积分是有意义 其实它都应该有这个关系是就对了 你可以这样去想一碗 你可以这样看 假设的话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定积分是从3G到7SDS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可以不能 能不能这样子写 我今天呢 应该可以 如果我在3到7里面 我随便去挑一个数 好 那这个数譬如说是 3 多少 3分之16好了啦 好 那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不要用分数了 我们用整数好了 如果变成是3到5 我是可以利用5呢 把这个里面的积分呢 拆成两个 应该可以了 好 我利用5 就可以把这个积分呢 拆成两个 可以不 好 那 你也可以这样拆 好 那假设的话呢 我今天呢 选择数呢 如果是10的话 也是可以嘛 好 就变成说我现在以10 没有为基准 我是可以把这个积分呢 拆两个 一个是从3 7到10 那另外一个是从10 7到7 这样也可以 所以那个C不见得 一定要在区间里面 所以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式子要成立的话 你只要有没有 考虑一下 这三个也没有定积分呢 在哪个也没有最大区间 它是有意义的 就可以了 只要这三个定积分呢 都有意义的话 原理上它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了 好 那这是一般的式子 那它只是告诉你说 一个可以拆成两个 那能不能把一个拆成三个 应该可以吧 是不是仿造 所以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么写嘛 你可以把它写成从37到5 然后再加上呢 从5G到有没有5.2 然后再加上呢 从5.2呢 G到7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从一个变成两个 你也可以从一个变成三个 一个变成四个 都可以了 那同样的反过来 如果呢 你这边呢 有满足这些条件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把多个 有没有积分呢 变成一个积分 也可以了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变成 1对多 你也可以多对1 你只要符合性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让你看了 好 我们这边的例子呢 是这样说了 就是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对函数NetworkS呢 从没有1G到1的 自然数1呢 这个纳比尔数1的一个定积分值 如果是也没有等1 然后呢 在呢 NetworkS呢 从1G到1的平方呢 这个也没有积分值呢 4.1的平方 好 那我们想要问你说呢 他如果从1G到1的平方呢 NetworkS的定积分值应该多少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是可以根据有没有 我们的 哦 刚才没有第四个性子 我们现在呢 是可以把1G到1的平方呢 我们利用纳比尔数1呢 是可以把这个定积分值呢 拆成两个 定积分值相加 可以啊 可以了哈 从1G到1 NetworkS DS 再加上呢 从1G到1平方 NetworkSDS的一个没有定积分 好 那我已经知道说呢 哦 左边的那个定积分值是1 那右边的那个定积分值是1的平方 哦 所以呢 这个答案就是1加上1的平方 哦 所以性值到这里 其实我们在算定积分 有时候还蛮常在用到哦 好 那我们再看两个不等式的一个没有性子 哦 那这两个不等式性子 我们倒不是那么常在用哦 但是你只要看到那个观念就可以了哦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五个性子 哦 那第五性子是这样子哦 哦 我们说呢 如果考虑的函数呢 FS呢 如果他在AV这个区间上呢 是一个非负的一个函数的话 哦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呢 哦 我们的函数呢 FS呢 在AV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 哦 你这个答案算出来 一定要大等于0 哦 哦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面积的条件哦 面积的条件 哦 我们如果考虑一个没有FS呢 是一个连续而且是非负的话 哦 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说 这个也没有定基因值 他其实跟面积是一样的意思 我面积算出来一定要是非负嘛 好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保证说他一定是非负 哦 哦 哦 第五个性质只有这样子了 哦 我们很少在用 所以的话 你只要看清楚就可以了 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考虑第六个性质 哦 那第六性质呢 我们只是把没有刚才没有前面的那个性质呢 把它更一般化了 哦 我们现在呢 考虑到两个函数呢 他的一个不等式的关系 我们如果在有没有AV这个区间里面的任何一个数S的话 我们都会发现 你的FS呢 都会大等于GFS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你待会画出来的图形的话呢 永远你的FS的图形在AV这个区间上面的图形呢 一定会比GFS这个图形呢 都来的在上面了 哦 所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哦 哦 这个有没有FS呢 所为出来的面积 跟GFS所为出来的面积 原来上 应该是FS的面积会比较大一点 哦 那如果呢 他今天是小一点的话呢 他在一轴下方的话 他算出来的话 这个FS的面积会比GFS的面积来的小 但是你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那不等式应该还是会成立的哦 所以如果你的FS呢 大一点GFS的话 那你对FS跟GFS呢 个别取完定积分之后 那个不等式方向是不会动的 哦 不会动的 可以哦 哦 但是反过来都不对的哦 反过来都不对 这样可以哦 好吧 那我们来看 利用刚才的一些性质呢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哦 哦 那第一个例子的话呢 是这样子哦 哦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呢 哦 一呢 在零到一这个 有没有定积分值是一 然后呢 s 平方呢 在零到一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 是三分之一 哦 哦 那我们现在问你说呢 哦 请你计算一下 3-5s 平方呢 在零到一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应该多少 哦 那他这边呢 写了一个东西了哦 那他可能怕你误会 所以他有写哦 他这边哦 写这个哦 一般那样呢 我们通常呢 都会把这个1呢 把它给省略掉 所以我们通常希望 我们都写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你只要在里面呢 没有看到 fs这个被积分函数 他就是对常数1积分 这样了解哦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不到 知道这里面有东西啦 这样了解哦 知道一下哦 免得以后没有说 哎 奇怪这里面怎么没有哦 哦 里面没有就是对1积分哦 好吧 那我们利用刚才的一些 没有观念哦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定积分值 给算出来哦 哦 那我们要算里面 这个定积分值 哦 那我们这边呢 首先是看到什么 我们首先这边是看到一个 3-5s平方里面 有一个减的 减的话呢 我们刚才的性质 他是告诉你 如果呢 你的被积分减数呢 如果有相加减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个别积分 之后再相加减 哦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性质的话 我们可以把3-5s平方 再0-1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 是可以写成 先3 对哦 对3呢 再0-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扣掉呢 那5s平方呢 再0-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好 我们首先是可以利用 刚才的 没有 第三个性质 哦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5s平方的部分的话 哦 那那个5s平方的部分的话 他是一个常数5倍 哦 那那个常数5倍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利用 没有 哦 刚才的第二个性质 如果呢 你的被积分减数里面呢 乘上一个常数k倍的话 那k倍呢 是可以提到前面去的 哦 所以呢 那个5s平方的5倍 可以提到积分前面去哦 哦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改写人这样子好 前面那个积分不到 然后呢 后面那积分的5倍 可以提到积分前面去 哦 那再来的话呢 那这个3呢 在0到1 这个也没有积分 哦 这个是可以算 然后呢 s平方的 在0到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他也告诉你的 哦 那3呢 在0到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我们是可以利用 第一个性质 哦 如果你对一个常数 没有k倍来 没有算他定积分的话 那个常数k倍的定积分是等于 他自己乘上上限减下限 所以呢 前面的没有3在0到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应该是3乘上1减0 好 那至于后面那个积分的话呢 变成减掉5倍 s平方在0到1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 题目他已经告诉你的 4等于1 3分之1 所以的话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所以这样是变成是3乘上 那个1是1减0的意思 上限减下限 哦 那减掉5乘上呢 后面那个积分 哦 题目已经告诉你的 4等于1 3分之1 哦 所以呢 这个最后答应该多少 应该是3减掉3分之5 所以应该是3分之4 哦 那如果你超完的话 下面有一个没有练习题 哦 你可以练自己练看看好不好 哦 所以这题练习题的答案应该多少 哦 10吗 对吧 所以一样嘛 我们看到6s平方加8 所以的话 看到加的 你可以把它参加两个定积分相加 哦 然后呢 在前面那个也没有6s平方呢 他有一个常数6倍 哦 那6倍呢 可以提到基本外面去 哦 那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来算了 第一个s平方的在0到1 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 他已经告诉你了是3分之1 我们把它带进来 那自己后面的那个常数8的一个定积分值的话 好 常数8的定积分值就应该等于他自己乘上上线减下线嘛 哦 所以变成是6乘上1分之1加上8乘上1减0 所以这个算出来答应该是10 哦 所以要先活用一下哦 我们的一些定积分的基本性值哦 哦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下一个例子哦 哦 那下例子的话呢 他就说呢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哦 哦 Fs呢 他在2到8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是10 哦 那第二个呢 Fs呢 在0到10这个区间的定积分值是3 哦 那么呢 我们想要问你说呢 他在0到2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积分值会是多少 哦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哦 这三个区间有没有什么 这三个定积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三个定积分其实应该有吧 你可以看到了没有 第一个定积分应该多少 是2到8 那第二个区间呢 是不是是0到10 这个在这里嘛 那这个在这里 然后再来2到10 嗯 哦 我打错了哦 你们的讲义 是 0到10吗 你如果你的讲义是0到10改一下 这应该是0到8 哦 把它改掉好不好 到10太多了哦 哦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看那个题目的意思的话 有没有 第一个是2到8嘛 那第二个应该是0到8才对啦 老0到10太大了哦 然后再来呢 他问你说0到2 所以的话很明显 一个大区间 它是分成两个小区间 好 然后这两个小区间是没有重叠的哦 好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我们会根据有没有刚才的第四个性子哦 好 我们会将有没有哦 0到8这个有没有 区间的一个定计分值 我们是可以有没有 透过2这一点呢 把它变成是两个定计分相加 哦 所以呢 0到8的一个定计分 应该会等于从0G到2 再加上从2G到8 哦 这是我们利用的一个性子哦 那我们跟进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哦 哦 从0G到2的一个定计分值 是应该等于从0G到8的一个定计分值 扣掉呢 从2G到8的一个定计分值 哦 应该是这样子哦 哦 那我们题目呢 已经告诉你了哦 从0G到8的一个定计分值是3 那从2G到8的一个定计分值是10哦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3-10 所以应该是-7 哦 那如果你这一题算完的话 下面有一个类似题哦 你可以练习 自己练习看看哦 哦 这学习的东西 你最好多算一下哦 那个死的部分全部改改成8了哦 哦 那再来这个练习点哦 哦 那这边呢 他告诉你说 假设一个函数呢 F呢 他在0到7这个区间上是连续的哦 哦 那他只要假设呢 一个函数在某一个B区间上是连续的话 那他就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呢 他在这个区间呢 一定是可积分的哦 所以的话呢 表示说呢 他这个函数 FS呢 从0到7的定继分值 是可以算的哦 哦 那再来的话呢 他要告诉你了哦 哦 在0到5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继分值是10 那5到7这个定继分值是3 哦 好那我们要算0到7的定继分值应该多少 所以你们算出来应该多少 应该是 应该13吧 哦 所以的话 一样哦 我们透过没有刚才的一个没有定继分值的一个性子 哦 我们呢 0到7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没有从0到5加上从5到7到7 哦 可以了哦 哦 好那0到5的定继分值是10 那5到7的定继分值是3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3吧 哦 那所以这些性子你就要去活用它了哦 哦 那我们有这些性子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来让你看哦 定继分的另外一种的一个没有计算方式 哦 那我们呢 会知道说定继分呢 他其实跟面积呢是有关系的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定继分跟面积呢 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呢 定继分是可以透过面积呢 哦 来求算哦 哦 那我们这边呢 考虑里面哦 定继分的几何意义来看一下哦 哦 那这个定继分的几何意义的话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好了哦 那其实只有两个了哦 那第三个的话只是前面一有的综合哦 哦 那我们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情况哦 哦 我们假设呢 你的一个函数呢 他如果在AB这个区间上是一个非负连续函数 哦 那我们就会发现哦 你的没有FS呢 在AB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继分值 他其实就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有没有函数F 还有A轴 S等于A S等于B 这四条线呢 所为出来的一个区域的面积哦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画图形的话呢 我们画出来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哦 哦 我们现在呢 红色的那一条线其实就是Y等FS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然后在这边的话是AV的区间哦 好 从这里到这里是AV的区间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要去算里面哦 FS呢 在AV这个区间的一个定继分值 我们如果发现呢 这个图形呢 全部都在一轴上方 哦 这个块图形 如果都在一轴上方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哦 这个也没有定继分值 他其实在算这一块的一个面积 哦 所以的话呢 你再算也没有哦 定继分 你可以透过也没有面积的一个算法呢 去求算了哈 哦 所以第一个性质 可以了哈 好 那我们来看例子好了哈 好 那我们这边呢 轻理一种没有哦 刚才的一个几个观念呢 去计算一下 哦 F X的绝对值呢 他在-1到2 这个区间的一个没有定继分值 应该多少 哦 那如果你 这个当然你可以用以后的方法去算了哈 但是我觉得 像这种题目的话 你如果会用面积的一个角度去想的话 其实你去算这个定继分值 其实还蛮快的哈 哦 那我们呢 可以考虑一下哈 你的S的绝对值的图形 你的S的绝对值 你的图形 你可以怎么画 会画吧 哦 你的FS呢 是等于S的绝对值 哦 Y等于S的绝对值 这个以前我们画过吧 画出来图形长得像 一个英文字母嘛 有吧 是一个V字形 而且呢 它的顶点应该是在0的位置上面 对吧 一个V字形 好 然后呢 他考虑的区间在哪里 他考虑的区间是不是-1到2 所以的话呢 所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哈 你的FS呢 等于S的绝对值 然后呢 再跟你走 再跟你S等于-1 再跟你S等于-2 这四条线呢 会围出一块区域出来哈 那今天的区域在哪里 他今天区域是在这里 好 那他为所为出来的这些区域 有没有看到 这